最高可以到這裏 這裏水印就在這裏 這裏要兩米 都入水了 那些人怎會來投資 怎會來這裏做生意 可以做侮辱區 沒錯 煤化了它 這是好意見 我們那個方法填了出來之後 可以多一些道路 做一條外環路 就是交闊這裏 這裏根本是最好的解決方法 請這次機會 剛剛8月23日所發生的天甲風災 基本上海水超過河堤是非常之高 所以造成這次的損失和影響很大 我現在手上亦有個方案是什麼呢 內港海旁區綜合環境的一個整治方案 我們一直努力的 但很可惜 一直以來政府都是不理不睬 當然在這個天甲之後 我們跟我的工程師的團隊 也都馬上去做了一個優化方案 基本上我們這個作用是什麼呢 一個就是填海去加高我們的河堤 另外一個就是在加高了的下面 做一個操控池 大家亦都會見到 綠色這部分 要求填海的一個部分 就是從我們馬國 到我們的沙堤頭 林茂塘這一區 另外呢 黃色這部分呢 我們亦都是把現在這個碼頭 向外去遷出 也都不影響我們的碼頭的一個營運 而綠色這部分我們填海之後呢 潮水 超過了我們的河堤的情況下 通過這個速洪池呢 將雨水儲存了之後 然後再用一些大型的水泵呢 將這些水呢 抽出去 解決我們不論風暴潮 或者我們天文潮 低蛙地區的一個水患問題 日前行政長官呢 亦都公佈了在天甲風災之後呢 短中長期的一些措施 說要加高這個提案 而加高的是加到多高 什麼程度怎樣加呢 那我也想要求政府在這方面呢 能夠比較詳細的 向社會一個交代 但是中長期呢 我覺得一定是建設一個 我們黨潮集 和我剛才所提出的填海的工程 能夠解決我們這個水浸問題 那我覺得特區政府呢 應該是要廣泛地 聽取社會的聲音 集社會的一個智慧 去將我們內港的一個水患問題 能夠徹底解決 就在說要是陸能夠的聲音 是否有關心的資金 是否有一個水患問題 我們都會避免 在這兒下方的水患問題 就在這兒下方的水患問題 感谢观看